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來玩我們的KO4STAR 今天是7月17號禮拜六 先講這個吧 戰鬥之章有些人還是不知道 我再提醒一下 目前的打法啦 未來會改版 看完戰鬥之章我再來玩一下這一集打算玩的真理 BS真理 因為我上一集是玩一個嘛 我剛把真理練了一下 目前戰鬥之章的打法是利用60秒後比HP HP得多的獲勝 那只要我們60秒不受傷 然後對NPC造成負面狀態的傷害 他們就會扣血 扣一滴扣兩滴都可以 然後我們最後就會判定獲勝 那變成說你最好要穩定人能獲勝 穩定獲勝的方式就是無限連段 看你是要技能無限連段還是普攻無限連段 我大部分都是用普攻無限連段 然後如果來不及的話就補個技能這樣 我目前都是用這幾隻 那我在上禮拜有做了蠻多期的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一下 我大概就從30幾層開始做吧 大概做到五六十層吧 就沒做了 因為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每關遇到的難度都差不多啦 就還好啊 好 大概是這樣吧 因為有些人還是留言在問 說他卡在40幾層啦 喔 卡在40幾層也蠻合理的啦 這個這邊就已經 九萬十萬了 四五十人就九萬十萬了 一般人就已經 喔 戰力沒那麼高 我也沒那麼高 我最多戰力就十萬而已啦 好 大概是這樣吧 因為你被處罰的話就打不出傷害啦 這裡 你差個10%嘛 你的傷害就少100% 就打不出傷害了 好 那 接著來看吧 呃 來看一下真寧 看真寧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合作系列吧 喔 合作系列 呃 這一次的合作兩個禮拜後嘛 強不強 強度怎麼樣 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好了 呃 銀魂 呃 這邊能用的 說實在能用的啦 我自己有在用就只有這個而已啊 打夜茶而且很少上了 那這邊 貴小太郎以前蠻多人愛用的吧 時間技術好像常看到他 但是我沒練 好 四魂的部分 以前我會用的就是 霸王碗 牙神 然後還有夏洛特 夏洛特有持續爆破 持續爆破打那個不滅系列 不滅系列的那個誰啊 不滅莫斯 持續爆破可以 控他的防禦跟暈眩他 當時我是靠夏洛特 500M的 那牙神已經很久沒用了啦 然後換死狼也是 呃 不是啦 那個霸王碗也是 這個都是可以練到五星啊 只要你合作角有練的話都可以練上去 合作角好處是覺醒好深嘛 然後這個是金框的更好深 你不用那個紫色的那種邀請函 那你身上來之後你就打那個修羅道的時候就很好爬 所以當初我的修羅道霸王碗 牙神跟夏洛特都有用到 紅屬性 紫屬性 黃屬性 好 鐵拳已經完全廢掉了 基本上用不到 完完全全就是倉管 WWE因為我沒練啦 我沒抽 所以基本上我沒用 也不太用 所以說合作的部分 呃 從七七四開始會送那個覺醒石 所以七七四 是有一個轉類點嘛 就是讓合作角變得比較強 比較好用 那這五隻的話 不用說啦 戴倫斯 亞伊林 雷傑爾都很好用 然後這隻是盾角啦 因為這兩隻 這隻 肚底跟這隻賽因都沒有那個負面狀態 所以就很少出場 比較少出場 主要都是用中間這三隻 因為合作角有個特性 他們都有三氣卡 好 這是上次合作七大罪 七大罪我自己有在用的 目前就只有馬鈴而已 因為我就有練馬鈴 那團長跟老闆是因為那個 戰鬥之章才會拿出來用 我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次的那個 生死格鬥 搶不搶還不知道啦 就是你們可以先觀 觀望一下 就是紅寶石不夠的人 或是想要跳過的人 或是想要跳過的人 可以先觀望 如果大家的反應都不強 或是一般的話 你就跳過吧 存個紅寶石 然後抽BS和SS 因為你有BS跟SS 基本上所有副本都能過 基本上 呃 隊伍接力啊 或是 公會戰啊 都能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草剔 神聖跟灼傷嘛 然後 八神安是暗黑跟灼傷 然後不知火武是灼傷 雅典娜是神聖嘛 好 然後路卡卡是普攻會有出血狀態 寫在核心 大蛇的話沒有負面 雞刺的話是電擊跟暗黑 然後 鼓勵財力度是神聖跟暗黑 呃 我這些要玩的真靈是 呃 出血跟中毒 然後一個的話只有電擊吧 好 撞到桌子 不好意思 所以說 當你有這些角色的話 大部分的副本都能用啦 不命的木耳卡 布耳卡紅色嘛 他是中毒 怕中毒 那我們就上真靈 那威克托的話是出血 出血的話路卡爾啦 真靈也可以用 然後 拉克的話是灼傷嘛 灼傷的話我們就上 呃 紅屬性的就可以啦 那個 草剔跟那個不知火武 然後不滅的堤篷是凍傷 凍傷的話我可能就沒有 可能就沒有 這邊好像沒有凍傷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不滅的莫斯嘛 電擊 電擊的話這邊有啊 伊格啊 然後這個 機師啊 都可以用 這個輸出都很給力啦 有時候屬性被剋都沒關係 呃 這週的是 這週的不滅系列 我也是一把鑰匙過 不是一把鑰匙過啦 就一隊過 500M這樣 隊伍接力挑戰 不滅的尼克斯 他是無屬性 他是暗黑嘛 暗黑我們就上 SS隊就可以了 你如果有那個BS隊 應該也可以上啊 就上機師嘛 機師上隊長也OK啊 但我這個好沒有機師 所以就沒有用 我是一隊過啦 機師那一隊應該也可以吧 好大概是這樣吧 就是分析一下BSSS 你想要強的人 就是純紅寶石等SS BS 復刻 或是新角 那如果你是偏收集類型的 就是合作角 然後強度的話還要再看 八隻的話 點多就一兩隻好用吧 我在想 我覺得啦 不可每隻都好用 再看看吧 不要太早下結論 好來看一下吧 我的真靈 我剛剛把覺醒石練好了啦 就練三顆 星星月亮還沒練 沒有用 他是出血跟中毒 這沒有出血 但是是HP的 不想用 然後這中毒也是HP的 不想用 好 那 戰力的部分 六萬九啦 卡片的部分 就隨便用 先隨便用 用個回氣卡吧 跟那個伊格爾一樣 先用個回氣卡 那他的奧義跟伊格爾一樣都可以打斷 把祭司給打斷 也就是說這兩隻就可以造成雙打斷 雙打斷的話 那個祭司就不可能放出暈我們那一招 基本上放不出來 也就是說你只要順順的打 你不用管BREAK值或是幹嘛 就角色換下來的時候就直接 技能 然後技能完就直接奧義 就可以了 就可以 防止他一直 防止他暈我們 他地上放那個指焰 冰焰 那個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下來趕快就放無敵那一種就可以了 那真靈的技能是這樣子 我是321 因為 我看一下喔 3有那個極限護甲 比較穩 所以我是321這樣 然後因為他好像會重置技能 我記得 看一下 3是中毒嘛 那有加攻擊力 出血的話有機會重置 你如果想要早點重置的話 你就23 231 就快一點231 按快一點 但是我是覺得你不要 要 他可以隨便把BOSS給打爆啦 就是那個護盾子 隨便甩一下BOSS就爆了 但是因為我們要把護盾子留給 下一個格鬥家 所以你要留一點 我就是321奧義 然後剩一點點護盾子 就給下一個格鬥家把它爆掉 好 那緣分的部分 因為我沒有機師跟那個 古力查理度 所以很慘 我們看一下 首先你兩隻都要上的話 你就不能互為 互為緣分嘛 就沒有加攻擊力 好 如果沒有這個古力跟那個機師 就沒有 所以我就加不到什麼攻擊力 所以我的輸出會很低 這是一個地方 給大家溯一下 好 直接進攻來看吧 那我上一期的組合來看一下 Lunatic 我今天中午打的 這個組合我打 1100 這個組合 打法是什麼 忘了 打完就忘了 沒有啦還記得啦 好 然後我平時 Isperl的都是用這個組合吧 這個組合也可以打1000個M 我今天就隨便打一下 不想太浪費時間 就隨便打一下 沒有太認真 只是打手換那個 有中毒的打手 這一隻 聖誕之夜相飛吧 好 那我待會準備用的組合 是長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打手很浪 我知道 沒辦法 我沒有那個 鼓勵 跟那個機師 你看一下我們工會的 這個豪鬼 豪鬼打多少啊 我看兩把鑰匙喔 看這一位吧 他打手有沒有 鼓勵跟機師 這樣有加15%攻擊力 我沒有 所以有差 還是有人用這一組啦 蠻多人用的 我當然是造超他們的用法 人家用什麼 就跟著用什麼 那打法的話 自己去揣摩 揣摩出你覺得你最好的打法 那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這組大概可以打個六七把 沒問題吧 傷害還是有差 但是沒關係 以色人你只要400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卡片吧 上一期有看伊格馬沒變 所以他就回氣啦 因為伊格回氣比較慢 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慢 然後真寧也比較慢 然後 草剔的話是那個 達喜精神藍 比較強一點 我覺得輸出是這樣 就是 可以穩定輸出的話 大概是不知火武 最強吧 我覺得不知火武 輸出 比草地還要強 那草剔比這兩隻還要強 大概真寧比伊格還要強一點吧 我不知道 這兩隻還要再 比較一下 我的感覺是 不知火武 比草剔強 草剔比這兩隻強 因為我們這個遊戲一直沒有一個 戰鬥結束之後 有一個輸出的戰報 讓我們看說誰造成多少傷害 這樣 誰受了多少傷害 這樣 可以看 沒有 很可惜 一直都沒有 就不能分析 好那我待會的打法就是 伊格 然後草剔 然後真寧 這樣輪剔 然後真寧 就 把他護盾子快打掉 打掉的時候嘛 我們就換伊格出來 把他狂咒 大概就這樣吧 你也可以真領狂咒 因為隨便破現在他的護盾就沒了 真的 真的超好破 那就來吧 好目標400M 沒有啦目標200M 一分鐘200M 兩分鐘400M就過了 我剛剛開了一個小電閃 在我的麥克風旁邊 嗡嗡叫 這裡就一樣 這個順序打下去 有沒有說伊格那個 他破他的護盾真的超快 好我們伊格又321奧義 不是伊格啦 真靈 你也可以讓他放下來 沒關係 其實還好 你可以讓他放下來沒關係 其實還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一直輪替 你要打的話 打得好就是你要控好你的護盾子 就是你可能要留一點點給伊格來爆 而不是讓真靈直接把他爆掉 好像這個可能爆不掉 因為沒有中毒 他爆掉了 你看這個PPS打得很慢 我覺得有點慢 就是伊格的那個技能 他的舒服感覺有點慢 好 忘了看換人 至少先中斷一下 因為那個 剛剛無敵 然後我剛剛要爆氣 那個技能 給他放出來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我說地上那個給他放出來沒關係 其實那影響不太 不太大我們 沒有 有沒有 因為那個真靈真的太好爆了 你很難控 很難控 真的很難控 謝謝 對 不錯 反正我們雙打斷啦 不所謂 怎麼跟剛剛一樣 他要給我無敵耶 最強的力 好像500M是不是 但是已經剩40幾秒 反正這組我覺得700M應該沒問題 對我來說啊 簡單說就是如果你要打得好 輸出要打得好 你這邊爆氣要控好 真的要控好 控不好就比較沒辦法 像這個就沒有控好 但沒關係我們可以打亂 所以實在是無所謂 實在無所謂 你如果不想要控的話 就直接讓真理把他打爆就好了 爆掉也沒關係啦 爆掉是最安全的嘛 又把M了 又把M了 那就沒放好 好 700M了 700M了 都打到這邊好不好 這個 照這個打下去大概800M沒問題 就是 多打多優化 這個順序你一直去優化 每個人的戰力不一樣 就一直優化 優化之後你的戰力 你那個傷害就越來越高 然後之後就是 換你的卡片 用卡片 換卡片 這次的戰鬥卡我沒有 因為我抽的很爛 我運氣很不好 就 只抽到一張 伊格吧 然後好 好像只抽到一張伊格 然後什麼都沒有 欸 有沒有屬性卡 欸 我不知道欸 好像沒有是不是 啊 我知道 我抽到一張套卡 然後一張屬性 一張 伊格尼斯的 特殊卡 喔不對 不對 好像不對 特殊卡我記得我有抽到吧 新世界秩序我有沒有抽到啊 欸 我來看一下喔 有點忘了 他應該是六星卡嗎 我們直接看圖鑑就知道了 看圖鑑看我有沒有 戰鬥卡 沒有嘛對不對 我沒有啊 然後套卡的話 我好像有抽到一張吧 是這個嗎 是兩張喔 不是這個吧 這個吧 欸 這個也不是啊 宿命的齒輪是不是這個 喔 因為我沒抽到 所以就一直沒注意 來看一下 帶著神秘面紗組織喔 抱歉抱歉 我都搞混了 因為太多卡 我都沒有了 帶著神秘什麼面紗 這個 喔 這這個喔 好 我沒半張欸 沒半張 我記得我抽得很爛 呃 戰鬥卡150抽我就 就很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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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抽到 一格而已吧 然後我真寧是 自己那個 喔 我想到了我抽到真寧 然後我真寧的那個戰鬥卡 戰鬥卡副本我有少到一張 所以我真寧有兩張 然後一格是我換的 我用寶體券換的 換出來這個三氣的 然後真寧有兩張 是因為有一張 是我那個 副本掃蕩到的 所以就很 運氣很不好 抽彈鬥卡的部分 好 大概是這樣吧 真寧跟一個搭配的話 打機師的話 是雙打斷 那你另外一隻隨便搭 你們都蠻安全的 只要有氣就放下去就好 你也可以不用管那個爆氣 可以不用管他們的 他的護盾值 看你要不要去算 如果你要打高傷害的話 就要算 就要控好 好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主要就玩了真寧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KOF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見 一下子們